刚才定义了商群 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正规子群 来抽象出一个规模更小的 就是在一个类根类运算的这样一个群 那么这样的群有什么用呢 它实际上商群 它承载着原来群的很多良好的性质 就是你可以看作是原来群抽象出来一个小的群 但是它保持了原来群的很多特色 所以这样的商群呢 在研究原来群的结构 在研究结构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应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商群哪些个良好的性质 一个是商群的阶是群的阶的因子 就是到底我可以产生多大的商群 它和原来群的阶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商群的阶是群的阶的因子 为什么呢 因为商群里的元素都是培极 商群的元素个数就是培极的个数 而培极的个数就是这个指数 那大家一下就想到了拉格朗尔定理了 由那个定理我们看到这个指数 应该等于群的元素数除以这个子群的元素数 所以它也是群的阶的因子 这是拉格朗尔定理的直接结果 另外呢作为商群来讲 原来群中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交换性 就原来的群是一个阿贝尔群 它的商群也是阿贝尔群 也是可交换的 就培极之间运算也可以交换 另外如果原来的群是个循环群 它的商群也是循环群 也可以找到商群中的生成员 所以很多群的这个结构 它的特点都体现在商群里面了 那么我们利用商群可以干什么呢 下面这个屏幕就给我们一个范例 就是说我可以利用商群来 来对原来群的元素的性质做分析 因为我可以先抽象出一个商群来 那么商群它保持着原来群中的一些性质 然后我通过这样的性质呢 我再回过头来 这原来群来做分析 这个群计是个阿贝尔群 它有N个元素 如果素数P整除N的话 则计中一定有P结元 那比方说我是一个群 它正好是一个可交换的群 在这个前提下 它里边的每个素数都可以找到对应的 那样大小的结的元素 所以这是一个 我可以对群中元素的结 可以做分析的一个有用的结果 下边我们来证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证明的思路使用的是归纳法 在这个证明中 我们的归纳基础是对这个群的元素数 对这个N做归纳 这个归纳基础是显然的 这个N如果是能够被一个素数整除 它应该最小的应该是2 所以我们从2开始归纳 如果N等于2的时候 这个群是一个二阶群 二阶群大家都知道了 它只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单位元 一个是一个二阶元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显然存在着二阶元 这个归纳基础是显然成立的 然后我们假设对一切 小于N的M 这样规模的群 这个命题都是对的 然后我们来考虑 对于N它是不是对 下面我们就来看 假设这个群的结等于N 这个N呢已经是大于等于2了 是吧 所以我取一个非单位元A 这肯定是存在的 然后我通过这个A 我来寻找在这个原来群基中的 这个P结元 下面我们看看来怎么找 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P能够整除A的结 因为A不是单位元 它的结应该是一个 大于等于2的正整数 如果P能够整除它的话 那显然这个元素就是P结元 因为大家发现 这个元素如果自成P次的话 应该正好得到是 A的结那么多高次命 那应该正好等于单位元 对吧 所以这个元素本身就是它里边的P结元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元素了 下边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假设这个P不能够整除A的结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你要直接来找这个P结元就很困难了 我们先抽象出它的一个商群出来 我们在商群中找到一个P结元 然后再从商群的这个P结元返回去 导出原来群中的一个P结元 它是这样一个思路 你怎么样来做商群呢 我们先产生一个子群 这个子群就是由这个A 就刚才我们有一个非单位元A嘛 我就由A来做一个循环群 这是一个子群 那这个子群是不是正规的呢 原来的群是阿贝尔群 阿贝尔群那肯定都是正规的 因为它任何两个元素都可以交换 因此我们就构造拿这个H 作为正规子群 构造一个商群 这个商群的元素数 显然是小于小于这个N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子群的元素数 是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元素 那它所构造的商群呢 顶多是原来群中元素的一半 所以这个数呢 它里边的培级个数是等于M 等于M的话 这个M比N小 下边我们就可以利用 在商群上用归纳假设了 因为我们说了 对所有小于N的 这个正整数命题都是对的 因此我在这商群中 这个命题就是对的 P应该是整除M 为什么P要整除M呢 因为P是整除N的 但是对于这个A来讲 它的接 P不整除它的接 P不整除它的接的话 P只能整除 就是我们根据那个拉格朗尔定律 这个接是N 这个接 H的接呢 是一个 大于2的这样一个元素 而P不整除它的接 因为这个接 实际上就跟这个 A的接这两个是相等的 P整除它 P整除N 当然P不整除它 P又是一个素数 因此我们判定 P一定得整除 这个数 而这个数 正好它和这个 这两个是相等的数 正好是商群里的 培击个数嘛 就是它嘛 所以P一定整除这个数 P如果整除这个数 这个数是M 刚才我们把它 记作M的话 那我就可以 这个群 而且是个阿贝尔群 因为原来的群 是阿贝尔群 这个商群 一定是阿贝尔群 而P又整除它的接 那根据我们这个命题 对于所有小圆的 这个命题都是对的 这个M 它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群中 一定有一个P接源 这样我们就判定了 在商群中一定有P接源 利用原来的归纳假设 对于小圆的命题 都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就看到 这个里面的P接源 我们就把它记作HB 就是它一定是个培击了 这个培击有个代表元素 记作B 所以它这个P接源就是HB 那么这个元素 既然是P接源的话 它自己运算P次 应该等于单位元 在商群里的单位元是谁呢 是这个H 是这个正规子群 因此它的P次方 就等于这个正规子群了 等于这个H了 这由于它根据归纳假设 用上去以后 它得到这个P接源 然后根据这个结果 我们把它利用商群的运算规则 把左边展开 左边是HB乘HB 一共是P个相乘 那就相当于它的代表元素 要乘P次 所以它可以写成 HB的P次方等于H 那么B的P次方 一定在H中出现 我就得到了这个结果 得到了这个结果 这样就把B和A联系起来了 因为H是什么呢 是A生成的一个循环群 既然A生成的循环群 它里边的元素都是A的密了 所以B的P次方呢 就可以等于A的某个密 比如说A的P次密 我们就可以把B和A联系起来了 这样联系了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个B的A的接在P次方 一定等于单位元 因为什么呢 我把这个P和A的接交换一下 B的P次方是A的密 A的密再乘A的接这么多次 它一定等于单位元 既然这个运算结构等于单位元 那么这里边这个元素 它的接一定是整除P 整除P的话那只有P了 因为它不是单位元 所以它一定是个P接元 是个P接元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原来的P接元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注意 它整除P的时候 我说它是P接元 为什么不说它是一接元呢 因为如果它要是一接元的话 那这个运算结果 就应该等于单位元了 那就推出来P 整除这个A的接和这个前提毛统 所以根据这个证明呢 我们就看到它的思路 基本上是从原来的群中 我要对群的接进行归纳 这样对它归纳的时候 我们先导出它的一个商群 抽象出一个商群出来 而商群整个对群中的 原来的所有的前提 在商群中都成立 我就可以对商群使用这个归纳假设 在商群得到相应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结果再用回到原来的群里面去 得到原来群中的结论 它是这样的一个证明 那这个证明结果呢 大家看到这个很有用 我们可以以后就在阿贝尔群里面 只要N成立 我就找N的素因子 那对于每一个素因子 它都存在着这样一阶的元素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正规子群和商群 它是通过这个一个正规子群 然后我产生培集 最后构造了商群 然后我们介绍了这个商群的 它具有的一些良好的性质 那么商群跟原来的群中 它可以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商群 来分析原来群中元素的一些个性质 最后我们在群中所介绍的就是 同态和同构 这个相对于一般代入系统的同态同构 应该来讲是简单的 因为一般的代入系统 你可能有若干个运算 我要介绍同态的话 它必须对每一个运算都要保持 它有这个保持的性质 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同态应设 而群中呢 我们介绍了群中实际上是三个运算 如果我把它的运算成分全部列出来的话 一个二元的 一个求逆的一元运算 还包括一个零元运算 就是单位元 那么你要按照一般代入系统的同态 我应该验证三个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要是按照群中的三个运算来验证的话 对二元运算 先运算再映射 等于映射完了再运算 对一元运算 先运算 就是先求你再映射 等于映射完了再求你 还包括零元运算 把运算也运到第二个系统的零元运算 对于群来讲 关于同态 它的就是说基本的性质 我们原来研究过 如果对于同态运算来讲 一定把单位元运到单位元 所以这条是肯定保证的 而这一条作为逆 也应到互逆的元素 也应到互逆的元素 这个也是同态的基本性质 就原来我们在讲一般呆数系统的时候 这两条都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在群中这两个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两条也成立 那么对于群中 我们只要验证一条就可以了 只要这条一成立 其他的都是成立的 因此我们在定义群中同态的时候 只用这一条就可以了 有这一个条件成立 后面两条是一个显然的结果 这是同态的定义 我们只验证对二元运算 导持运算就可以了 下面有几个重要同态的例子 整数加群 它自己的自同态 就是C倍的X C作为一个给定的整数 作为参数 这个是一个同态印射 把整数X印到它的C倍 这个可以证明它的 对于这个加法运算 有先加 CX加Y 这边是CX加上CXY 正好满足我们这个同态的公式 这个是摩恩加 摩恩加的群 我们也找一个参数P 这个P呢 正好是CN里面的P个元素 就是N-1个N个元素 它可以等于0一直到N-1 这样N个元素 这个是把它也作为参数 仿照这个运算 这个是C倍 这个是P倍 但是这个乘完以后 要做摩恩运算 要取摩 取完摩以后的结果 是X的对应的函数值 这个印射 它也是个同态印射 是群的 这是一个摩恩加群的同态印射 那么从整数加群 到摩恩加群 这两个不同的群间 也可以定义同态印射 就是我们这个 把X印到它取摩以后的 这个整数 这也是一个同态印射 这是很常见的 几个重要的印射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同态印射的定义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 同态印射的性质 同态印射 它对元素来讲 可以保持这些 把某些特定的元素 印到特定的元素 比如说单位元 印到单位元 互逆的元素 印成互逆的元素 这个都是同态的基本性质 我们以前都证明过 另外作为群来讲 它如果是循环群的话 它可以满同态印射 可以把生成元 印到第二个群的生成元 如果是满同态的话 它也满足这个特定元素 印到特定元素 除了这个以外 它在元素之间 还有着阶的性质 就是说 我如果原来的元素是A 它的阶是A的阶 这个阶存在的话 那我印到的这个元素 FA的阶 正好是原来阶的因子 比如说原来是一个 六阶元 那我印到的这个元素 它可能的阶的取值 就是一二三或者六 就是这几个里头 它要取一个 所以这个是阶 就是我印到的元素的阶 是原来元素阶的因子 这是同态印射 它的一个重要的性质 这个性质很容易证明 我只要按照阶的定义 把它取密 可以证明 正好取到原来这个 A的阶的密 就可以等于单位元了 因此它的阶是这个阶的因子 这个很容易证明 在同构的条件下 这两个阶相等 就是如果是同构印射的话 如果一般的同态印射 这个阶可能会小一点 是因子 而这个呢是相等的 两个的阶是一样的 这是它保持元素的性质 包括把特定元素 印到特定元素 包括在硬的过程中 还保有这个阶的特点 这是它对元素的保持性质 第二个是保持这个子带数的性质 刚才是讲的是 两个被印到 被印到和原来的元素之间 印到元素和原来元素之间的 这个关联 而这一条呢 讲的是系统之间的关联 集合之间的关联 如果原来S是一个子群的话 那么这个子群的相 它是第二个系统中的一个子集合 而这个子集合也构成子群 就是子群印到的还是子群 它的相还是子群 这是保持子栽数的这样的性质 如果是正规的 原来这个群是个正规的子群 而F是在满同态的条件下 它的相也是第二个群的正规子群 就是正规子群 在满同态映射下 也印到正规子群 所以这个看来这个同态映射 它不但保持元素 一个个别 每个元素之间对应的性质 而且它还保持了 这个代数子系统 子系统之间的对应的性质 第三个 同态的性质 就是关于核 这个核是一个新引进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核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第一个群中的某些个元素 而这些个元素 通过这个同态映射 映到第二个群的单位元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性质 就是这边是第一个群 它到第二个群中存在着一个同态映射 就是这样有一个同态映射 然后这个同态映射呢 它就把 它不一定是满的了 像我这里头它没有射满 就是射到这里边的一块 这个是它的像 然后我这里边有一个单位元 就是第二个群的单位元 这里边有一个第一个群的单位元 根据我们同态的性质 它一定把这个单位元映到第二个的单位元 除了这个以外 可能有其他的元素 也会映到第二个群的单位元 我们把这些个元素 放到一起构成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就是和 就是这个同态的和 它是在第一个群中的一个子集 它所有的元素 都映到了第二个群的单位元 至少这里边存在着 第一个群的单位元在里面 也可能含有其他的元素 这个是和的定义 那么对于这个和来讲 有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当这个和只含有单位元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F是一个单同态 就是说 如果这个集合里只含有单位元 不含有其他的元素 那这个同态一定是单同态 反过来 如果这个是单同态的话 那这个和中只含有单位元 不含有其他的元素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定理来使用 那这个定理的证明呢 比较简单 我在这儿就不再一步一步地推了 那这个定理有什么用呢 大家可以证明单同态 可以用这个定理来证 像我们原来要证明单同态 得证明两个方面 一个是说它必须是一个同态硬射 第二个 我们就得把集合论的证明方法拿来 证明这个硬射是个单射 把这两步合到一起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F是个单同态 那现在要用这个条件来证明的话 我就要证明这个是一个同态硬射 另外我证明它的和只含有单位元 没有其他的元素 所以利用这个条件我也可以证明 它是一个单同态硬射 这个是给出了一个另外证明单同态的方法 下面一条 这个和不但 它是就是说 它是刚才定义的这个和 它有着非常良好的性质 它不但是子群 而且是一个正规子群 就是对于这个集合来讲 对于第一个代入系统 而且是它里边的一个正规子群 不但这个有正规子群 由它确定的培集 还和这个函数相关 大家看到 如果A和B 对应的函数值相等 就是两个元素 如果对应的函数值相等 那它在这个正规子群下做的培集 A做的培集 和B做的培集 是同一个培集 那就是说 我们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结果 A和B的函数值相等 我们曾经讲到了一个导出的等价关系 就如果这边有两个元素 A和B 这有两个元素 它两个元素在 如果在这个F映射下 它映到了同一个值 当然不一定映到这个单位元了 可能映到其他的元素 就是 比如说映到了同一个函数值 就是这两个是不同的素变量 它在这里映到了同一个函数值 那就是我们左边那个条件 如果要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当初讲 同于关系 就是讲过 由这样的函数导出的 A和B就一定是等价的 彼此 它们彼此有着这种等价的性质 那就所有的这样的等价的元素 我们都把它放到一个类里边 就会产生这个同余类 它是个同余关系 那这个同余类就会产生一个 伤代数 那按照我们现在这个 如果A和B彼此要是有关系 就是它们的函数值相等 它们有关系的话 它们就确定了同一个培级 因为这个是个正规子群 由A做代表来说的培级 和B做的培级就相等 所以可见 我们这样产生的这个 由这个培级正规子群 所做的这个商群 就和由AB的函数值相等确定那个商代数 是同一个代数系统 同一个代数系统 那根据这个系统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同态基本定理 在讲这个一般代数系统的时候 就是由于这个由函数所导出的 那个关系 这个同一关系 它确定了一个商代数系统 那这个商代数系统 它满足这个同态基本定理 那我们现在由这样做的这个核 它正好就是我们由F这个同态 所确定的这个商代数系统 它里边的培级 那通过这个得到的商代数系统 我们就直接可以把那个同态 基本定理就用上去 H为G的正规子群 则它的商代数是G的同态项 这个你做自然映射就可以了 做这个映射 它把 它把每个元素X映成 X做代表的这个培级就可以了 这个是自然映射 那这个自然映射呢 是个满同态映射 因此我们得到的这个商群 正好是它的一个同态项 这个自然映射呢 我们都就是是一个 在代数系统中用的很多的映射 这样一个映射 然后下边 如果G品是G的同态项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同态映射 得到一个核 就是如果是同态项的话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满射了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满射了 是这样一个满射 所以 我们就用这个核做的商代数 就是根据这个 这个核作为一个培级 它产生在 这个群里边的一个商群 这个商群正好和 这个记忆品是同构的 这正好是我们同态基本定理的结果 就是因为这个核 它所确定不同的培级的原因 是因为A和B 应到了同一个函数值 这样他们两个就有着这个同态关系 正好这个同态关系定义的商代数 和这个记忆品同构 因此 这个由这个核 所确定的这个商群 也和记忆品同构 所以这个第二条呢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原来群中 把那个原来一般代数系统的 那个同态基本定理拿过来就是了 利用刚才讲的这个结果 通过 我这里都是把同态的基本性质 给大家都总结到一起了 包括对元素的关联的性质 对这个代子系统的关联的性质 包括这个核和这个商代数 这样的一些性质 在这里边呢 就是这些个结果 在讨论群中的一些个性质 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应用 下面我们把刚才那个第三条证明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第三个这个结果 因为这一条是前面第三条结果的 直接推论 加上那个同态基本定理 用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证明 通过这个证明呢 我们可以用到刚才讲过的一些证明方法 像这个要证明是正规子群的话 我们先要证非空 先要说明左边这个集合非空 第二步要说明它是一个子群 第三步再说明它的正规性 这些个证明都是非常规范的 这个非空为什么呢 单位元在里面 对吧 因为单位元应到单位元 所以这个合是非空的 然后下边我们再来看 怎么证明它是子群 就是利用第二判定定理 如果AB都在这个合里面的话 A乘B的逆一定在里面 只要你能推出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那么AB都在合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要证AB的逆在合里面 就必须它在F映射下 映到单位元才行 我们就来计算一下 它在F映射下映到谁 那根据这个 既然是同态映射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同态的公式 把它拆成FA和FB的逆 这个是可以的 而FB的逆呢 我又变成FB再求逆 就是这个先映射和先求逆 把它颠倒一下 这个是同态来决定的 到这步以后 这第一个是应到单位元 因为A是合中的元素 这个B也应到单位元 FB也是单位元 单位元在求逆还是单位元 所以单位元在乘单位元 还是单位元 因此AB的逆被应到了单位元 AB的逆就在合里面了 到这个时候 我们根据子群的判定定理 这个合就是子群了 下边证明正规性 正规性的证明 使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判定定理 正规性的判定定理 就是我只要计算G A G的逆也在合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A是合中的元素 是吧 左乘一个G 右乘一个G的逆 这个还利用同态的性质 把它拆开 拆成三项 把这一项利用求逆的性质 同态的性质 把它拆成先求逆 然后再映射都可以 那么这样一做以后 我们看到中间这个是单位元 因为A是合里的元素 这个等于单位元 单位元等于不乘 等于它们两个乘 它们两个乘以后 你可以分别计算两个都是单位元 或者干脆把它合成一个 合成一个以后 变成FG乘G的逆 那是单位元 所以把单位元 应到单位元 根据这个推导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客户里的这个G AG的逆 一定是合里的元素 这就满足我们所讲的 正规性的判定定理了 因此就证明了 它是一个正规的子群 下面第二个结果 由于A和B应到同一个函数值 我就可以这两个既然相等 那它的逆乘以第二项 一定等于单位元 然后我把它利用同态的公式 把它合并 合并以后变成A的逆B 再映射等于单位元 然后既然它的映射值 在单位元里面 因此这个元素属于合 它就在合里面 我们再利用左培级 两个元素确定不同左培级的冲要条件 这一项就可以写成A的左培级和B的左培级相等 这个冲要条件就是A的逆B在这个子群里面 中间的每一步推导 都是充分必要的 因为我们利用的都是定义 或者是充分必要条件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条件和右边这个条件 关于自同态和自同构 有下面一些个符号 它是给了群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同态和同构的集合 第一个是所有自同态的集合 就是把这个群的所有的自同态 我们都放到一起 构成一个集合 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第二个是所有的自同构 这个自同构呢 它包含一定是双色 这个自同态呢 它不一定是双色 所以这里边是所有双色函数的集合 我们作为自同构的集合 第三个是内自同构 内自同构是自同构的一部分 它是由这样参数来定义的自同构 我们这里头有一个X作为参数 它的定义是把A通过X做一个运算 把A运到这个运算结果 这种硬色是个双色 它是个自同构 这个只是自同构中的一小部分 它可以用参数来得到 其他的自同构可能得不到 那这三个集合是彼此包含的 这个是最小 它被这个自同构集包含的 而自同构集呢 被自同构的集合包含着 因为这些同构可能不是双色 它满足这样一个性质 那这三个集合 它分别构造了不同的代数系统 这个所有自同构的集合 是一个独一点 因为自同构合成以后 符合以后还是自同构 这个没有问题的 另外它单位元呢 就是横等映射 横等映射是其中的单位元 因此这个构成了独一点 这个群呢 就是在这个独一点的技术上 由于它是个自同构 每个都有反函数 同构函数 同构的反函数还是同构 所以它每个都有逆 这就构成了一个群 而这个类自同构呢 它是自同构群的一个正规子群 这个你通过 这个我们讲的判定定理 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小的这个 它里边至少含有横等映射 是这个单位元 这里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里边有六个元素 是磨六加这样一个运算 磨六加的这个群 那我们要把它的 所有的同态给列出来 它应该有六个同态 就是以这个参数 012345 做参数做出六个同态出来 我们这里边就是给出了 这六个同态 那这六个同态 构成的集合 就是我们这个 自同态的集合 这是一个独异点 这里边有两个同态 是双射可以构成同构的 一个是F1 这个横等映射 还一个是F5 你看这个映到的是 不同的函数值 它是一个同构 所以F1跟F5呢 构成了这个自同构的集合 这是一个群 那么内自同构呢 只有这个横等映射是内自同构 因为这个群是个可交换的 可交换的群 你要是通过这个 就是说这个 它得到的 它只有这个参数 只有这个1这个参数 它可以得出来是一个内自同构 这是一个 它的相当于是单位圆了 这就是一个 是它的正规子群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平凡的子群 正规的 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给出了 这三个集合的 不同的大小 下面我把这一部分 习题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一些证明方法 因为这部分内容 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就是在群的证明 大家可能一下摸不着门路 拿到题以后 不知道从哪下手 我抽点时间呢 把这部分 做题的方法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把这个题目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比较规范的证明 这规范的证明呢 就是说 它这个思路 就是这条思路 你就仿照那个思路 把它 按照那个步骤做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 要证明一个集合 和运算构成群 那这个东西 你就按照群的定义 正 对吧 就是封闭性 结合率 单位原来 每个元素都有逆 这样就可以 是吧 所以这就是属于 比较规范的证明 还有